大家好 非常下午關注的 就是鄭文燦 他到底會不會交保還是積壓 最後的結果出來了 他多了700萬 整個交保的金額 達到了1200萬元 這一次可能因為是平常日 上一次週末的時候 500萬籌了半小時到40分鐘 拿了一疊的2000塊的鈔票 大家討論說 好久沒有看到2000塊鈔票 這一次20分鐘湊齊了700萬 是由律師幫他來繳交 這次就沒有用2000元鈔了 是1000元鈔 但時間之快 還是大家覺得很折舌 700萬 連仇都不算仇 就直接掏出來了 這感覺好像有準備好 他身邊裡面有出現 三位非常資深的律師 刑事跟民事都很專才 而且跟政界都很有淵源 等於說是三大咖護駕 他確實也滿厲害的 就沒有被羈押 不過現在最新的案情 有一個越來越曝光了 說在2017年當時監聽的時候 有聽到白手套跟他老婆說 要送500萬給鄭文燦 立刻到鄭文燦的官邸 外面跟拍 而且全程都拍了 監聽也聽到 拍也拍到 說他拿一個袋子 袋子裡面裝了500萬 然後甚至在裝到500萬的時候 白手套自己講的過程 就是一聽到這個袋子交出來 白手套比5 比5之後 沒有想到鄭文燦用台語講說 知道啦 知道啦 當然民進黨如果 有人要幫他解脫的時候 都會說 那個又不代表什麼 其他都是自己想像的 鄭文燦說 我們要打開袋子 不知道裡面有錢 至於袋子的去向 我也不知道 後來就盛傳 過了11個月之後 他自己知道被調查了 所以他趕快把500萬繳回去 不過他意思是說 他根本沒有打開袋子 袋子是原封不動 這個袋子他不怕有爆裂物嗎 就放在那邊11個月 不是有點恐怖嗎 那大家都說 包括賴清德也是誤網誤眾 但是是無網無眾 就是我要讓他沒事就沒事 我要讓他有事就有事 那現在桃園的地方法官 這個要問一下 等一下問林桃 你們地方法院的法官 這一次回一回溜溜 這個爭議很大 鄧雅文他是鄭文燦 當桃園市長的時候 在市府裡面當政風處長 沒有想到就是裁定他交保 這個桃園的女法官 鄧雅文女法官 他的父親 我們的法界不用迴避嗎 法界都不知道 他爸爸跟鄭文燦的關係嗎 我們有這麼恐龍嗎 為什麼都沒有人 去提報這件事情 而且7月6號當天還戲劇化 本來不是輪到他 是他臨時換班 他才有辦法卡到這個機位 為什麼會換 為什麼是他 但是沒有關係 就算其他人 反正四次說要裁定 要去收他 四個不同的法官也都說 不用去收 所以我覺得就算換別人 我看看也沒有事 台灣地方法院 真的是太離譜了 他現在更沒有的是 這個法官 在兩年前的時候 有爆發一個新聞 說他已婚 他跟另外一個高院的 型男的法官非常帥氣 兩個人一開始用耐在傳 還互稱學長學妹 一開始很正常 後來慢慢的 小學妹 小寶貝 早安親親給你抱抱 想念你的手 下一次再揉揉你 你們的地方法院 是怎麼回事 林陶 這件事情的關鍵就是 判說鄭文燦拿了錢 然後還回去 然後沒事重放 所以我們才想說 這個法官 怎麼會做這樣的判決 這時候陶檢跟陶院 就傳出一個訊息來 基本上照整個的流程 法規來講 他確實因為他不是下屬 他爸爸是下屬 他當然講說 我又不用迴避 在法規就不會迴避 可是你給人家一個 很質疑的空間 你的爸爸鄭雅文 鄧雅文 當時候在行政院新聞局 鄭文燦當局長的時候 他就是他的陣風式的主任 結果鄭文燦一選上陶院市長 馬上把他延攬回來 當陣風處的處長 一路做到退休 這層關係你不用迴避嗎 你不用避嫌嗎 你為什麼不保護司法 讓人家有說話的空間 所以大家覺得很尷尬 所以你看現在 我們講說剛才的交保 本來從500萬 馬上移到1200萬 700萬 22分鐘就蒐集完畢 所以你就知道就是說 鄭文燦他的實力 還是很強的 為什麼把這個交保金額 來了這麼高 就是他涉嫌重大 剛才州長提到的 週刊的報導 我覺得真的是三大疑點 這個疑點很重要 為什麼 第一個 為什麼每一次你一出事 就說我借貸500萬 難道你這個借據 是原本就準備好 隨時都可以拿出來嗎 還是每一次你收匯款的時候 你都用這種借貸的方式 先把借據準備好 第一個 第二個 當時候如日中天的太子 鄭文燦 桃園市長鄭文燦 他有缺500 需要調度資金 跟人家借500萬嗎 人家可是22分鐘 可以調出700萬的人 他為什麼要去跟料姓的兒子 來借500萬 這是一個謎 第三個最重要的謎 他在報導裡面指稱 他收到這個黑色的袋子裡面 他沒有打開 他沒有打開 不知趣向 他不管裡面裝什麼東西 不知趣向 結果竟然隔年 他聽到藝文的風聲 他就把500萬還回去了 突然他知道黑色袋子裡面是500萬 第二個 突然這個袋子不知趣向又出現了 所以你可以基本上了解說 他根本就是在胡扯 邏輯完全不通 所以我覺得現在 我們看到法官給他1200萬交保 我支持陶檢繼續抗告到底 抗告到他有可能被擠壓為止 因為如果他以他現在的政商的實力 跟他的影響力 出去一分鐘 都有可能高度的串貢的可能 領導 現在政壇盛傳說 鄭文燦有可能去請託無奶人 還有包括這個蔡英文 幫賴清德來求情 勞過他 傾勞他 有這可能嗎 其實我覺得有可能 最大的原因是因為 大家記得嗎 最以前無奶人跟洪其昌 涉入案件的時候 賴清德他是出來講說 他用政治生命擔保 然後眼淚流下來 同樣司法案件 你現在對鄭文燦說不枉不撞 要查到底 如果有弊案就要查 以前是痛哭流涕說政治生命收押 所以你可以知道 無奶人跟洪其昌 當時候跟賴清德的關係 有多密切 有可能是因為這一層的連結 所以鄭文燦想說去找這個人 出來喬是OK的 小英為什麼要談到蔡英文 因為我們知道鄭文燦 所有都是蔡英文給他的 所以如果今天 蔡英文出來想說 好了啦 反正鄭文燦已經到現在 現在是這樣子 我也不會支持他2026 2028 有什麼政治的企圖了 你就放寬心吧 這時候賴清德有可能就說 那沒關係了 好 我們就查這個案 讓他傳過水無痕 所以如果今天的司法 是有任何政治力的招衡 包括昨天晚上 民進黨的廉政會 都說要停權三年 這個三年是最大的貓膩 為什麼 沒有辦法選總統 對 他沒辦法選2026的 雙北市長提名 可是他現在沒有積壓 對 那也沒辦法 就是如果是說未來 現在沒有積壓 連停權都沒有 對 積壓 然後停權 就是說他為什麼會設定 三年這件事情 因為在賴清德跟民進黨中央 是希望他2026不行 2028也不能挑戰賴清德的 所以你基本上看到全部的步驟 都在講一件事情 賴清德忌憚鄭文燦 東山再起 從東宮到冷宮到流放 到回來中仁府 能不能在東山再起 賴清德是忌憚 看是斷手斷腳 還是要斷他的命 現在就看當今 身上的一個人的意象 但是現在還有一個狀況 本來說這禮拜四 鄭文燦跟賴清德 可能會同框 但這怎麼可能 太尷尬了 為什麼呢 因為鄭文燦還有另外一個身分 是中華民國 同軍總會的理事長 禮拜四有活動 本來安排兩個人同框 但我用命擔保 絕對不會同框 同一個時間可以看到 現在有人爆料 鄭文燦當同軍總會 同軍是幹嘛 每天要行三件好事 但沒有想到他沒有做善事 他現在被人家覺得他有貪污 然後連他們這個單位 都有個問題 他說辦個活動 所謂的同軍大露營 總共有七天的時間 每一個人去參加活動 政府有補助 居然還跟他們要四千塊 總共光是這個報名費 就四千萬了 一個大露營要 大露營不是在野外嗎 又不是大飯店 居然要花這麼多錢 還跟政府另外拿兩千萬 然後去了之後發現說 這個營地都是泥營 水電不足 狀況很多 怎麼會爛成這個樣子 就說那兩千萬的政府補助 到底跑到哪 還要再問那四千萬的報名費 到底跑到哪 總共加起來六千萬 就在一個爛泥巴裡面 辦這個大露營 你又不是五星級大飯店 錢到底花到哪 當然同軍總會說 我們都有按照規定 我們都有公開 可以去好好的調查 現在傳出來賴清德 有開綠燈跟檢察官開綠燈 所以有攤就辦 所以這個期限收效 所以檢調立刻跨買加編 但這個跨買也慢了七年 七年到最後的一個時間 他才突然快起來 這也是非常非常奇怪 林超 對 慢了七年 周長講的 慢了七年 整整七年 然後現在查辦的時候 檢方看高一直重放 一直重放 他拿了五百萬 又還回去五百萬 他有現在是給五百萬的人收押 你拿五百萬的人放出來 民眾會覺得奇怪 給錢的收押 說錢的沒事 以後大家都照這樣辦就好了 不可能吧 看看會不會有第三次 這個在開積壓艇的一個狀況 但是賴清德民進黨 到底跟黑道的距離是如何 過往陰系 老是跟黑道糾葛不清 今天是天道盟領袖 吳童潭的告別式 當然場面非常非常浩大 政治人物藍綠都有到現場裡面 但是現場有給大家看到 黃成國的楊九強 黃成國其實下午本來也有活動 但是好像就沒有看到他的消息了 是不是風頭上 他先避風頭 去年9月10號的時候 賴清德一上來就告訴大家 民進黨要徹底的反黑金 但是黃成國 陰系 可能是靠誰 覺得蔡英文還在 所以他同一天還去參加 天道盟領袖 吳童潭的這些慶生 所以之間陰系跟黑道的距離 到底是零距離還是有距離 距離界線在哪 還是在蔡英文的一念之間 大家都不撒撒 還有林士傑命案 大家現在有很多很多的討論 包括因為林士傑有個很大身分 董哥說他是賴清德 非常重要的一個樁腳 那賴清德的辦公室 尤其是台南的 因為是郭國文 台南他們黨部主委說沒有 林士傑跟誰很熟 大家都知道 這句話就曖昧了 咬指誰嗎 咬指現在的市長嗎 林士傑的命案槍手 連丟了連氣兩車 第一台車 他地點其實就在 台南市南區的巷子裡面 用燒的 大家都知道了 然後大家都以為旁邊有水路 他是不是坐水路出去了 沒想到另外一台車 跑到高雄 然後這一次路燒了 用鹽酸悄悄的毀掉 這些生物的跡象 等於說他斷點的不斷 等於說有人在那邊鋪排 懷疑他已經從水路潛逃出去了 但這也有可能是煙霧彈 搞不好人還在台灣 那行政院長告訴大家說 這個定調非常重大緊急的事件 全國集體開始同步的大掃黑 他說本來就要掃了 剛好發生這事情 但王蒂宇居居然在立法院吐他一句話 你在那邊說幾月幾號要展開掃黑 有問題的人都做統治出去了 我一直以為王蒂宇是國民黨的 然後台南市黨部特別講說 總統跟林仕傑沒有私交 跟誰熟 大家應該都知道吧 賓哥他跟誰熟 現在最新消息就是 檢察官本來當庭就提了抗告 聽說他今天晚上就最速件會把 這個抗告的這些相關的卷宗 送到高院去 那看會不會 明天早上會不會再來一個 最速件明天早上再來開一次題 不知道會不會 不曉得 那如果這一次再度交保是5000萬 大家覺得怎麼樣 會不會我們燦哥又創下紀錄 10分鐘之內給你搞定 但如果是半夜可能要半小時 不知道 因為以我們燦哥的財力 現在非常驚人 我也搞不清楚為什麼 一生都是從事公務員 或是黨職人 隨隨便便可以拿個上千萬 我也覺得蠻厲害的 人家理財真的值得我們佩服 那民進黨本來在去年選前 就一直跟黑道糾纏不清 大家都知道 包括這個黃成國之前還告訴我 對不對 那民進黨 結果他敗訴 對啊 敗訴 然後在台南整個黑影床床 88槍什麼 到現在真相有大白嗎 沒有人知道 那你邱莉莉的這個會選案 現在還在二審 所以本來就讓大家 對民進黨覺得說 你們到底跟黑道之間勾結 是什麼關係 那現在剛好 太陽會這個東西又出來 你知道太陽會本來是想弄 直接弄108台超跑 結果後來警方說 不要啦 這樣太顯眼不好看 這個傑谷也還這麼高調 結果他說 好啦 給你面子 我們不用超跑 結果他前面是哈雷引導 後面是108量阿法 這差別是什麼 然後再加上36輛勞斯來斯 你覺得這樣比較超 所以騷騷對半砍 就是我用比較莊嚴樹木的氣氛 因為阿法人家說是運冰車 就不像超跑這麼顯眼 那還是一樣很氣派 當然各地這些大哥 都會出來 那個盛況空前 問題是台灣一直都有這種 大哥這樣的場面 這樣的排場 對我們當今說要排黑金 不是一個很諷刺嗎 那問題是人家也沒辦法 你能把他怎樣 對 這個就是這樣 這就是台灣的文化 我跟你講現場還不知道 多少政治人物上去祭拜 我跟你講 所以這是很正常的 只是現在林士傑這個案子發生了 林士傑真的 我覺得是台南市黨部出來講 最好笑 戴清德離開台南市黨部多久了 五六年了 為什麼是你等一下犯 為什麼不是總統府 對啊 這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嗎 而且還劍指別人 對啊 所以現在在幹什麼 我跟你講 綠營內部派系繼續內鬥 我們大家用心看就對 好 我們更多話題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周邊的親朋好友幫我們拉拉票 請他們也訂閱 而且要幫我們多多分享 謝謝 謝謝 拜託 拜託